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術禁忌被指虐待動物 洛杉磯市議會前雙方對峙 川普再跳過電視辯論 拜登面臨彈劾調查 2023全球最佳場館 洛杉磯蘇菲體育場位居榜首 點亮聖誕樹成本高 節省電費有妙招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週二 支持和反對馬術禁忌的雙方民眾 在洛杉磯市議會前集會 一起等待市議會對馬術禁令的投票結果 來了解 談到美國西部的文化 牛仔馬術禁忌的場景 會在不少人的腦海中浮現 但近年來 這種活動卻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反對 週二上午洛杉磯市議會 以14比0的投票結果 初步通過了一項 禁止在洛杉磯市 舉辦馬術禁忌表演的動議 但與此同時 部分傳統和文化的馬術活動被豁免 具體細節仍未公布 在議會投票期間 市政廳外支持者和反對者也到現場集會發表看法 我們來支援禁禁禁禁禁堯 但对这种说法 现场的马术表演者并不认同 近年来英国荷兰等国家 都禁止了马术竞技表演 加州阿拉米达县 城县 也颁布了针对马术竞技 更严格的限制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李佳音 马善存 洛杉矶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美国大选的消息 本周三 共和党将举行第四次 总统初选辩论 只有四位参选人有资格参加 美国前总统川普则再次跳过 共和党定于周三 在阿拉巴马州举行 第四场总统初选辩论 这一次 只有四名参选人 获得参加辩论的资格 分别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 企业家拉瓦斯瓦米 和前新自西州州长克里斯蒂 这将是共和党 今年以来最小的辩论阵容 民调遥遥领先的 前总统川普第四次选择 不出席辩论 遭到竞争对手德桑蒂斯的质问 周一 北达科他州州长伯姑姆 宣布退出共和党内的总统初选 上个月的第三次辩论 伯姑姆就没有获得参加资格 但他仍为自己辩解 得到辩论的资格 并不代表担任总统的资格 分析普遍认为 随着1月15日 阿华州党团会议的临近 只要不出意外 这些辩论已不太可能改变 川普获得提名的大趋势 在民主党方面 在党内几乎没有任何挑战的 现总统拜登 继续遭遇来自共和党的弹劾压 最快本周 众院将投票决定 是否正式启动 对拜登的弹劾调查 白宫表示 发起弹劾调查毫无根据 且出于政治动机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德桑蒂斯则认为 弹劾拜登的调查虽然合理 但共和党人 需要在大选之前保持谨慎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陈倩综合报道 以娱乐业闻名的洛杉矶 运有许多规模宏大的体育场 其中有不少还入围了 2023年度顶级场馆的榜单 近期 《告示牌》杂志颁布了 2023年全球最佳场馆的名单 洛杉矶的不少场地榜上有名 距离洛杉矶国际机场 约3英里的SOFI体育场 被评为年度第一大体育场 可容纳7万多人 《告示牌》杂志表示 SOFI体育场今年举办了 19场演唱会 迎接了超过100万粉丝 在门票销售和上座率方面 名列前茅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闭幕仪式 和相关赛事都将在这里举办 往西北方向行走不到一英里 就到了奇亚体育馆 它在顶级场馆中排名第三 可容纳1万5千多人 曾是NBA洛杉矶湖人队 和NHL国王队的场馆 此外 洛杉矶的YouTube剧院和希腊剧场 在较为小型的场馆中 分别排名第八和第九 他们今年在演出举办数量上 也有不错的成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圣诞节就快到了 一棵挂满五彩灯式的圣诞树 会让客厅显得格外温馨 然而通宵开灯的电费可不便宜 民众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 来节省圣诞树所产生的电费 带您了解 圣诞节期间 一棵装饰精美的圣诞树 可以增添过节气氛 然而圣诞树不仅装饰成本高 电费也是一笔可观的开支 美国能源资讯署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九月 全国平均电价约为每千瓦时 16.29美分 同比去年上涨10美分 如果在圣诞树上挂五大串的白芝灯 作为装饰 每天点亮6个小时 那12月的电费就会因此增加63美元 另外 在购买灯室前 民众可以查看包装盒上的瓦数 并通过个人理财网站 Keeplinger提供的公式 来计算点亮这颗圣诞树的费用 为了节省开支 LED灯会是更节能的选择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与老式白芝灯相比 LED灯可节省75%的能源 使用说明更是延长了25倍 此外 民众还可以考虑使用太阳能发电 以及善用计时器 缩短亮灯的时间 新唐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导 香港民运领袖周庭周一再次发声 强调在香港恢复自由前不会回去 香港特首李家超隔日威胁 要追捕周庭来了解 自己不仅仅和香港人一样没有自由 还被逼迫要感谢中共对自己和人权的迫害 I just don't understand As a Hong Kong person Why is freedom such a difficult thing to fight for? I have been living in fear for three years And that was horrible I just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Mingland China again I just don't want to be forced to to write some thank you letters 周庭说在港府的卫陛下 人人自危 她在香港已经难以生存 I found it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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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to live normally Like for example it was hard for me to For example open up a new bank account It was hard for me to find a full-time job It was hard for me to find an apartmen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you know atmosphere in Hong Kong The people would self-censor themselves And don't want to provide anything to Such kind of you know democrats or you know activists 周庭声明中共指使港警 逼迫她写的所有东西都是迫于压力 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 此前周庭被迫前往深圳 以换取警方同意归还她的护照 今年9月周庭成功抵达加拿大读书 I was in the mainland China and during the whole you know proc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or interrogation this year You know I was being forced to write letter thank you letter to the police and letter of repentance If I don't make it public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ed in Hong Kong Happened and happened on me One day these photos These documents Might become a evidence Like showing that I'm you know Patriot 經受中共三年來的迫害 經一生診断她現在患有焦慮症 驚恐症 創生後壓力症以及抑郁症 週二 香港特首李家超稱要追捕周庭 周庭15歲投身學運參加香港反送中運動 中共港版國安法頒布後 周庭被抓捕 引發國際關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于良 茗玉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今日 再有兩名中共司法 政法系統的官員落馬 遼寧省遼陽市原政法委書記劉欣 雲南省原監獄管理局局長夏新健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據明慧網報導 兩人都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週一的通報沒有說明夏新健被調查的具體原因 夏新健2016年底到2022年 曾任雲南省監獄管理局局長、黨委書記 省司法廳黨委委員、一級巡視員 據明慧網報導 夏新健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大理優秀教師、法輪功學員石建委 被迫害致死、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夏新健進行追查 12月1號 原遼寧省遼陽市政法委書記劉欣 北雙開、立案調查 通報稱 劉欣違規收受禮品禮金 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牟利 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涉嫌受賄犯罪 劉欣曾任遼寧省北鎮市委書記 遼陽市政法委書記 據明慧網報導 劉欣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原團職軍官、法輪功學員潘有發 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以及趙俊成等7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 非法關押、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劉欣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榮裕 綜合報導 中國新一輪疫情正在全國快速蔓延 死亡病例激增 中共當局12月4日變相承認疫情大爆發 週一 中共衛健委發布通知 要求挖掘資源 開展兒科診療服務 分流患病兒童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 首診和覆診 各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 要全面向兒童開放 不得拒診 這一通知被認為是變相承認了 疫情已經大爆發 就說明現在各地的這個醫療集中的情況 已經非常嚴重了 那麼一些大型的醫院 包括一些兒童醫院 已經無法處理好這麼多兒童 前來就診的這個情況 那麼它必須分流 就必須把這些兒童分流到一些基層的醫療機構 衛健委他發出這個通知 他其實就是承認了 目前中國各地醫院人山人海 北京更是這波疫情的重災區 掛急診甚至要等24小時以上 有家長反映 孩子感染後已經出現白費 但由於住院排隊的人很多 只能在門診書頁保守治療 其實早在三四個月前 中國各地的兒童醫院就開始出現患者激增的情況 但中國當局一直以流感和支援體肺炎誤導民眾 導致成年人也開始被大量感染 中共的這些專家出來說 這一系列呼吸道的病毒 甚至北京幾到16個病原體都是陽性的 覺得這個是忽悠老百姓的了 因為這麼多常見的呼吸道病毒 你都把它說一遍 這沒啥意義 你要能解釋得清楚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需要去醫院看病 甚至出現白費的情況 要洗肺等等 就是說你怎麼解釋重症 儘管專家和民眾都在推測 此次中國疫情的主因仍是新冠病毒變異株 但中共對此一直否認 至今沒有向國際提供任何數據 中國疫情兒科疫情這些主要的數據 在中共手裡 它要麼就是不要下去上報 要麼上報之後中共內部掌握 不對外公開 所以中國實際的疫情情況 外界定不是表現得很清楚 隨著感染範圍持續擴大 死亡病例急增 在繼續封鎖和隱瞞相關消息的同時 當局不得不開始低調和變相承認疫情 中共衛健委12月4日聲稱 中國多地呼吸道疾病流行期疊加 有流感新冠病毒和致遠體肺炎等的流行特點 中共為什麼說了三個月才承認這個疫情 第一點不想給自己打臉 所以要維持這個謊言 第二點也說明 整個中共當局的決策機制 上面最高程度發揮 下面不敢動 上面做了決定 下面才開始 這一點呢 使整個疫情的防控消息 而對於中國衛健委要求 各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 包括鄉鎮衛生院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社區醫院等 按照診療新冠病毒感染的標準 配備必要設備 分析認為 這是中國當局瞞不下去 又要甩鍋的行為 它是甩鍋基層 因為自己本身中央 對於整個疫情的隱瞞 至少已經三個月的時間 那麼這對於各地 採取積極的預防措施 帶來多大的障礙 這個中央不用承認 然後甩鍋給地方 讓人覺得是地方醫療之間 不配合出現聚受兒童的這種情況 所以這是甩鍋地方的 新唐人電台記者唐瑞 特約記者洛亞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加州優待房客的政策 讓很多房東損失慘重 洛杉磯資深律師劉龍珠提醒 房東應該在出租前 了解租客的身份背景 減少風險 對於不付房租的租客 人們稱之為租霸 資深律師劉龍珠表示 租霸其實是一種職業無賴 到處租房不付錢 甚至還額外威脅房東要錢 根據他處理的很多案件 劉龍珠說 在驅趕過程中 租霸會威脅房東 如果要求3個月內搬走 就要付1萬塊錢 他認為 這種現象是源於加州的政策 為了預防租霸 他建議房東做背景調查 他指出民眾還可以通過部分網站查詢房客的租房歷史 他提醒房東謹慎出租 寧可不賺錢 也不要一個爛房客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今年的感恩節週末 美國人奢障消費的金額創下歷史 這種新興的消費模式 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來看報導 美國消費者在黑色星期五 與網絡星期一大買特買 在線支出創下歷史新高 資料分析平台Adobe Analytics发現 通過先買後付款的奢障方式消費的金額 也創下記錄 相比去年激增了43% 雖然這種免息或低息的分期付款方式 越來越受到青睞 但是消費者報告的調查記者麗莎吉爾 卻提醒人們 了解每個第三方服務商的條款非常重要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還發現 先買後付的消費方式 很容易被財務脆弱的消費者過度使用 如果消費者對自己的債務疏於管理 很可能會因為拖欠債務而被催款 甚至影響信用 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 對於電腦電視等金額較大的商品 如果因為損壞 遺失或其他原因需要退貨 那麼相比奢障購物 使用信用卡可能會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保護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周琦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SkyCuradio 廢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